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活记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圣经宝贵的真理 今天我要请你跟我继续来分享一个非常美丽的话题 那就是恩典 那恩典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吧 也可以这么说 上次节目时间我跟你讲到恩典和行为的区别了 恩典是不能够凭着我们的本事 我们的才干去赚取得来的 如果是能用我们的本事 我们的努力去赚取得来的话 那就不叫恩典了 这是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他不能靠人任何的行为方法去得到的 要想得到神的义 有两个完全对立的途径 那就是恩典和行为 也就是通过耶稣和律法了 这样两个途律法 这样两个相对立的途律 在新月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十七节那儿 已经跟我们指出了 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 一方面律法由摩西传给了我们 让我们去遵行 以便可以被称为义了 而另一方面 恩典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称为义了 但是 人类从来没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在他的一生当中 时时刻刻都遵守了全部的律法的 因此 也就可以说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凭他的行为 能称为神的义 结果呢 剩下的唯一的出路 只有耶稣留给我们的 凭着信心而称义了 这个真理 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那儿 保罗这么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 都得着义 你看呢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都得着义了 是不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 而代替我们受死了 使得律法就不能再在我们身上显出我们的罪来了 律法也不再成为神对人的唯一的标准了 神让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 也能够称义的 这是一条什么路呢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了 今天我要跟你探讨的就是人类自己 离弃了神的恩典 白白的给了我们 我们都不要啊 你看呢 你说可惜不可惜啊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明白 人类是多么需要神的恩典 你就会马上去寻找他了 那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神的恩典 还没有降临到人类的时候 人的处境和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情况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第十二节到十六节那 这个地方记述了耶稣刚开始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传播福音的情况 那当时人们的情况和主耶稣来到之后的一些情况 对此呢 圣经上就记载说了 耶稣听见约翰下老坚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来离开拿撒勒 往加摆农去 就往那里去 那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佛塔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色亚的话 说 西布伦地 拿佛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那朋友 你看见了没有 当耶稣初次出现的时候 他看到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 那当然了 这指的是人心灵上的黑暗 人们生活在死因的阴影底下 你对这样的情景会感觉的怎么样呢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三个处境 那就是黑暗 绝望 死亡 这就是离开神的恩典之下的人类的处境了 他们没有办法 也没有途径可以摆脱内心的黑暗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一天又一天地 待在死亡阴影之下的黑暗里头 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只有在那等死了 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可是神是慈爱的 神的恩典来了 他对着那些人发出光来 这光就是耶稣啊 这光就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 他们自己本身是不能发光的 如果没有光照 他们也毫无办法呢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是神白白的赐下的 不是凭着人们的功劳 也不是人应该得到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命令 我们呢 唯一能够做到的 只是一个回应 因此 我希望每一位 听到这个福音真理的人 都能够对神做出一个回应 来接受这个美妙的恩典 那让我们都想一想 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 我们的状况 想想没有神的恩典的状况 并且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生活在神的 深厚丰富的恩典之下 又会过着一个 怎么样美好喜乐的生活呢 好吧 让我们看一看圣经上 是怎么样说的 七月圣经以夫所述的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保罗这么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封锁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 被你之子心中运行的邪领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看呢 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圣经的经文 就可以看出保罗所强调的 只有神的恩典 才能够拯救他们 帮助他们 因为就我们的心灵来说吧 我们已经死亡了 我们因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而死亡了 毫无生气了 我们同神的生命是完全隔绝了的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以任何的方式来回应神 所以对于一个灵里面已经死亡 毫无希望的人来说 你还能够要求他什么 要求他遵守律法吗 他根本已经死了 看都看不见了 还谈得上什么遵守律法呢 你能够对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传福音吗 他听不见 因为他死了 对死人树里好榜样吗 他也看不见了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帮助一个灵里面已经死去的人 也帮助不了他产生活力了 那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状况了 保罗说 我们大家都是像死人一样的 我们本性就是这样的 生来就与神隔绝了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头 没有神的恩典呢 我记得有一位诗人写个一句话 他说 我的灵魂呢 长期被关在黑暗里 被罪过紧紧的捆绑着 嗯 的确是这样的 你仔细的观察一下吧 就可以证实了 我们灵里面的确是黑暗的 被罪过所包围捆绑的 没有办法解脱出来的 律法是救不了我们的 正如保罗在加勒太书的第三章 二十一节那说的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依旧诚然本乎律法了 可见 如果律法能够给人生命的话 那么 律法就帮助一个 灵里边死了的人了 是不是 那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律法只能告诉你 应该去做什么 什么不应该做 它是很公正 很美妙 很圣洁的 但是 却不能赐予生命啊 因此 对于死人 最根本的需要就是生命 而生命 只能够从恩典那儿来啊 正像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 看见坐在死因幽谷里的百姓 而用神恩典和怜悯的光照亮他们一样 这就是神的恩典慈爱的光 临到了他的百姓身上 百姓们是白白的享受神的光照了 那让我们再看一看 旧约圣经 诗篇第十四篇第二节到第三节 是怎么样描述人类没有神的恩典的情况 同时可以看看他跟新约圣经当中所描绘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诗篇上说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那虽然这是记载在旧约的圣经上的一个事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却讲的是神对整个人类的看法 神在看有没有行善的 有没有寻求他的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神非常的失望 一个也没有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光照我们的话 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寻求神呢 的确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 并不察觉到自己的绝望这个境地 还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像在死人一样的生活着 不断的在那犯罪 直到神的恩典降临之后 我们才有了希望 来摆脱罪的捆绑 那我记得 在我信耶稣基督之后 尝到了主恩典的甜美 于是我经常对自己说 是啊 我的确是有罪的 我又得罪了神 但是神却赦免了我 拯救了我 让我看到了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使我有追求真理的心智了 朋友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光照 要不然的话 我仍然生活在罪恶之中 没办法自拔的 可见 神的恩典 早就给每一个人准备好了 只要你相信 你去寻求 就一定能够得到的 今天呢 我就暂时跟你讲到这儿 下次节目时间 我要跟你讲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恩典和公义了 欢迎你到时 按时收听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